嘿,我是阿图,不想别单词而努力让老外讲中国话的汉语老师 我从来没有挂靠过线上的汉语教学平台 在这里跟你分享八个我尝试过的招生渠道 上期视频分享了朋友介绍的方式 有哪些不同和注意事项 今天继续介绍其他渠道的区别 除了少量线上工作 其他都是在澳大利亚当地的线下进行的 如果你觉得跟你不相关 但是又很好奇 期待你跟我们一起看下去 有一个家长想给孩子找靠谱的中文老师 同时又希望孩子可以跟他的朋友们一起学习 互相促进 然后他打算办一个教育机构 通过我做家教的家长联系到我 聊了一下合作意想和机构未来的发展 这是我第一次离创业合作签约教师这么近 一下子觉得自己难挑肩上重任 一下子又觉得前途一片光明 采购了少量物料亏本经营了一个学期以后 我就又是自由人了 有过一次所谓的合作意想讨论以后 我突然对合作这个形式很上头 如果跟没有教学理想的新机构合作分险大的话 那我是不是可以找学校借用教室 直接招这个学校的学生来上课呢 联系到一个有意想让孩子们学中文的家长 他马上去动员其他家长去跟学校申报这个项目 让我感动的是 校长不但同意了家长们的提议 还把放学后的教室免费借给我们用 连水电费都不用付 也就是说所有课室费都有我自己定价和收取 那这里有一个要点 需要动员大家一起去处理事情的时候呢 要找家长中的一间领袖 彼此交流非常顺当 而且他们往往会很快的给出最优解 行动力也非常在线 除了跟学校合作 社区或者叫community的组织和行动能力是不容小觑的 为了提高这个社区的综合素质和幸福水平 能够支持孩子和家庭的项目 社区工作人员都是很乐意共创的 而且也减少了招生的烦恼 不过由于社区工作人员对汉语教学的认知差异非常大 经常出现每次上课都有新学生 而且中文摩语者和零基础的孩子在一起上课的情况 年龄差距在5岁以上也是常有的事情 那如果是要吸累工作经验 或者说短期内认识更多的人 可以试试这个途径 对我自己来说 这种教学环境的体能消耗极大 心理承受能力也时常面临着挑战 尝试了多种渠道 全网发布汉语教学视频以后呢 后面的应评之路都相对顺利 网上偶尔刷到一家留学机构在招辅导老师 主要针对在澳洲留学的中国学生 给他们补习高考、预科和大学课程 被这个机构成功录取以后 我通过这个机构非常偶尔的澳洲高考分享会 接触到更多的家长 机构也会不定时的推荐一些学生来试课 关于机构合作和试课 我想提醒的是 要跟机构签合理合法的正规合同 试听课应该支付正式课同等的课室费 师生有互相选择的权利 作资媒体以后 我的应评之路更顺谈了 看语教学机会也变得更多了 偶尔会收到世界各地的家长或者机构老师给我留言 问我能不能去教课 我也把很多机会都推荐给了我们社群的大学生和老师们 我目前还在教的一个学生 是其他中文老师给我推荐的 他在某书给我发私信 说看完我的内容觉得我有能力教这个孩子 后面我就直接跟家长联系了 据不完全统计 我不挂靠线上汉语机构的招生方式就是以上八种 每个招生渠道里还有更多更详细的内容可以展开 你对哪个招生渠道更感兴趣都可以给我发弹幕和留言 希望今年结束前我可以就某个或者某几个招生渠道展开来聊聊 我现在很少有时间看后台私信 系统刷新以后私信就全没了 大家有事尽量给我发弹幕和留言呀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